可能后场就出现漏洞 18号高红波 抓住一个机会 投进了 我们看看慢动作 16号冯建国把球顶起来 落到了高红波脚下 直接左脚外侧 这就是一个远射 打得很突然 现在比分变成了3比1 这下半场比赛进行了43分钟的时候 有高红波 再次被北京国安队扳回了一份 老将冠高红波是下半场上场 但是高红波上场以后 总是有所建设 这一个球北京国安队 也许能够唤起他们 更强烈的这个 拼抢的意识 再组织有效的反击 北京国安队在下半场的比赛里边 有效的进攻只有两次 那么这一次就要把握住了这个机会 邓老军 我跟官队虽然3比1落后 但是仍然是打得不及不到 孙志明往中央给 这样配合不行 在对方紧逼的情况下 这接应应该是在对方队员的身后 接应队员也应该在跟着队员 跟着这个代球队员的这个侧背后边 往前赛 又有机会 这是我们想起来 在第三轮比赛里边 泰拳队做客成都 在停29分钟进了一个球之后 到最后 结束的 在伤停50的阶段里面 被对方顶进了一个球 结果打成平局 找球 传进来 正顶到球门前边 再往里边顶 开场队队员把球碰住了底线 还是抓住 在这个时候呢 应该说队员的心里也比较紧张 能不能有效地把队员盯住 官队队员把球顶住了这个底线 助攻到前面的三号谢峰 谢昭阳 还是你攻到前边 离比赛结束的时间不多 北京官队在离中场 还有三分钟的时间里边